刚刚在10月31日结束了自己婚礼的宋仲基 出于对前辈的尊重 于10月1日下午一身黑色西装 低调现身已故影员金祝贺的灵桃吊宴 据悉金祝贺的出病仪式将于11月2日举行 10月30日金祝贺遭遇车祸 虽然被救助送往医院 最终还是去世 享年45岁 10月31日他所属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告别是在11月2日上午举行 遗体安葬于中介南道瑞山的家庭墓园 伴随于世的演员父亲金茂生 此前宋慧桥和宋仲基就表示 因为金祝贺的过世会低调举行两人的婚礼 婚礼当天也有不少韩国明星 在参加完双宋的婚礼之后 便直接前往金祝贺的灵桃吊宴 虽然宋仲基此前并没有和金祝贺出演过同步作品 但是作为演员险后辈 依然前往寄予了艾思 仲基的人品指的肯定 此消息一出 网友们纷纷表示 善良的小宋不愧是我们喜欢的人 愿侍者安息 愿你和乔妹健康平安幸福一生 当初喜欢她因为一部剧 后面慢慢去了解发现 她是一个又善良又有素质的好男人 给自己爱的人幸福 对朋友有意气不避讳 真的不愧是我们最好的宋仲基 这或许是昨天最大的一个遗憾 侍者已已生之如斯 这三十五年 我可以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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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